自己跟自己聊天 竟然获利70多万 给他挂的所有的语言从来都不接 关键时候联系不上 然后一些进度他都是在拖延 身上有三部手机 也承认是他本人的 三个微信相互在聊天 为了让被害人相信事情的真实性 男子最驾肇事 吹出469逆天数值 购物节贼忙 偷快递贼狂 这个就是嫌疑人来到市主家门口 拿起这个快递 直接就走了 非常的淡定 因为双十一期间 大家网过比较多 嫌疑人盗窃的时候 也不刻意选择盗窃目标 三车冲进鱼塘 遭遇百万损赔 那点心 我想三十点鱼了 脱色掉下三两张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 前不久 大型警方在侦办一起案件的时候 查获了多张电话卡 而这些卡注册的是同一个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人每天自己和自己聊天 竟然赚了七十多万 打个电话 来了 就是一个人 自己还是自己跟自己聊天呢 发布的能够以其他渠道办理指标 避免财产损失 近日在安徽复阳 有路人发现一辆缓慢行驶的越野车 竟然是无人驾驶 而且汽车在路口闯过红灯 又驶入了逆向车道 结果路人跑到车附近才发现 这司机竟然躺在驾驶室 睡着了 最终经过交警调查 司机属于疲劳驾驶 他因违反多项交通法规 被处以罚款600元 扣15分的处罚 这疲劳驾驶隐患大 酒后开车更不用提 然而下面这位司机 在接受酒精检测时 竟然吹出了469的数值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在我印象中 这也是我们栏目多年报道 酒驾吹出的最高数值 我喝点酒就无所畏惧了是吧 您放心吧 老哥 您来吧 我啥都不说了 这不是你啥也不说的事 您说 先吹一下酒 喝多了 喝多了慢慢的 行吧 别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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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得嘞 我来吹一碰 不用吹了 这先玩 469属于退酒 后驾驶机动车 把这车搬上 陈某这一口气 竟然吹出了469的数值 将近最价标准的6倍 连倍状的电动三轮车司机 都吓了一跳 为了进一步确认陈某体内的酒精含量 民警准备对他进行抽鞋检测 陈某喝完酒钻进驾驶室 先是一头扎进树丛 一打轮直接撞上停在路边的电动三轮车 经过抽鞋检测 陈某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309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目前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刑事拘留 等待他的是1到6个月的拘役 并处罚金 吊销驾驾驶及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的处罚 双十一刚刚过去 相信不少人最近开始频繁收到包裹 由于运输问题 这包裹到的时候 一些人可能正在上班 因此大家习惯性的会让快递员把包裹放在门口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一些小偷开始疯狂作案 并且收获满满 在朝阳公安分局 潘家园派出所的一间办公室里 摆放着100多件快递 据民警介绍 这些快递都是一名男子偷来的 近期我所接到大量事主报警 他们在双十一期间网购的快递 发生被盗的这种警情 接到居民报警后 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 很快 一名频繁进入多个小区的可疑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身穿深色衣服 背双肩背 戴着口罩 直接就坐电梯下楼了 他的双肩包这时候已经明显的鼓起来了 装满了东西 这名男子在潘家园地区各个小区里来回转悠 每次进入单元楼时 他的背包都是空的 可出来的时候 背包被塞得鼓鼓囊囊 这个就是嫌疑人来到事主家门口 拿起这个快递 直接就走了 非常的淡定 现场视频显示 这名男子进入楼道后 从住户家门口拿走了一个快递包裹 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发现了嫌疑人赞助的小区 再通过大量的走访 他周围的邻居群众小区物业 开展一些工作 最终锁定了嫌疑人居住的房间号 11月12号下午 民警找到了这名男子 并当场起货了100多件快递包裹 这些都是从嫌疑人家中起货的被盗物品 因为双十一期间大家网购比较多 嫌疑人盗窃的时候也不刻意选择盗窃目标 杜某今年26岁没有正当工作 他专门选取老旧小区下手 将偷来的快递放进背包 经过调查 仅在双十一前后 杜某就在封台 海淀 朝阳等地疯狂盗窃 100多件快递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目前杜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如果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签收的话 可以连续小区物业等一些社区力量 让他选择代收 避免发生这种财产的损失 前不久北京警方接到报警 有人在东四环附近上空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而且通过望远镜观察 这物体还闪闪发光 呈半圆形 我们来听听当时的报警录音 初音室北里在我们的楼的正前方的天空上 有一个不明物体 一会儿翻着蓝光 一会儿翻着红光 我用望远镜看了半天 是两个半圆的东西 你们有关部门是不是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啊 长什么样啊 它在天上飞着呢 我用望远镜看了半天 是风筝吗 不是风筝 风筝它不能散光啊 是那种好几个点吗 它不是那种小亮点的 跟那个网状的似的 它不是推低 有点高的呢 你们注意一下吧 没想过去看了 最终经过民警 近一个小时的查找 何时发现 报警人所说的不明飞行物 其实就是一个 带着LED灯的风筝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 这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 如果不是紧急情况 您了解清楚 以免浪费警力 来关注一起交通肇事案的最新进展 今年6月 在顺义区的一个十字路口 一名29岁的男子 骑自行车过马路的时候 一辆同向行驶的大货车 正好右转 结果男子被瞬间卷到了 顺义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最终大货车司机 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 在路上不管是行走还是骑车 尽量远离大货车 大货车司机更要紧急驾驶 防止因为盲区导致的事故 说到事故 下面这件事着实让人感觉有点新鲜 这按理说 平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司机因为驾驶不当 把车开进了池塘或者河道 但如果一个池塘先后进了好几辆车 那这事儿是不是很少见 这事儿让贾先生就碰见了 那点新鲜 我想三十年余了 头次一年三个月吧 八月九月十月 这三个月掉下三辆床 平股区人民法院索赔各项经济损失一百万元 八文鲜鱼损失了 第二点 这个水它就给我净化了 肯定如果捡得出各种钞表 它就给我付得给我轻倒 给我弄完了 后期这个几年这个是养是不养 又一下 万里红是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 为了实地了解情况 前不久万法官和几位当事人 来到了事发现场 一同来的还有两家鉴定机构 保险公司它就认为这个事故 很常与 比如说连续掉进去三辆 它认为是不是有故意掉进去 故意制造事故骗保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他们也提起了鉴定 然后今天也是鉴定单位过来了 做这个事故成因鉴定 待会儿要来个车呢 我就看看它这个速度啊 这拐弯半径上大概起 什么一个状态 下一步我们就根据材料 落水点 它的轨迹我们来判断 到底还是人为艺术多一点 还是客观的多一些 科学上的一些分析吧 物理上的一些分析 事故发生后 保险公司也对事故原因产生了质疑 认为冲进鱼塘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车主 不排除有故意的行为 当天 记者见到了第二位车主刘先生 他向我们描述了事发的情况 在那边合了会儿应该是 一转弯的话 那会儿水瓶掉了应该是 然后呢 这个跟那啥似的 你撒成东西下意似的 一慌了 然后皮儿掉了 就事 一滴汤 就进行 想开始感觉就是 捧一打 我起囊斩了 然后带一拉哈 就圈上水 那会儿应该在水底 不感觉 一下我就蒙了 坡就飘去了 跟那个船 跟那个窃水井上 坡就窃路 我拿天床上打开了 从天床上出来的 爬出来的 他们是找一根苍生子 挺苍的 这头一根 那头一根 他们是哼着拉那尸 走过去之后 让我抓上那尸 拿我给抓上 刘先生说 他不会游泳 如果不是被人及时救上来 很可能会发生溺水 所以自己不可能 用生命去骗马 想想都后话 真的 这要不会让你 让你便宜水里头 你试试 你感觉感觉 那行李是感觉 得亏了没法床 要放床 那天就吹了 就脚掉了 命肯定是没了 当时雪下挺大的 我开了有六五七十 感觉到那边 大概到黑车那位置 我发现这是个拐弯 然后带了脚刹车 我就发现滑了 滑了然后我就踩死了 大概到这入门的位置 就飘滑过来 这样一样 就是前提的人员判断 他这是不所谓的常理 从这人为的 就是加速进去的 判断的话 只能借助建议机构 那您要说诈险 那这大11月份 你让他上面跳回来 我就算我乍血了 行不行 反正就坑在这摆着上 把车给他 让他往里开 我看谁敢往里开 刘先生和黄先生 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 因为怀疑两人 有骗保行为 所以都拒绝赔偿 不过对于事故 到底给鱼塘主贾先生 造成了多大损失 车主也有各自的看法 车主黄先生还认为 正是由于鱼塘所处的地段 有安全隐患 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您看旁边那鱼池也在那 人家门口咋知道 栽点树 栽点啥呢 他这 到晚上的时候 你们一来就只离老远 灯光一照 一看就是一个平地 并不是说到这儿是个坑 您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感觉就是 我这我养三十年鱼了 我这我这没有啥微眼镜 以前那个铁牌子是有的 有 这铁牌子也有 灯膏 还有两个小时 这有 对对对 对对对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述所 独家冠名播出的法治热线 有纠纷找冠领 冠领律师专业负责 守望法治 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4008789888 观众孙先生 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电话 说自己和妻子有一套房产 赠予了上初中的女儿 现在他和妻子正在闹离婚 分割财产时 两人想把女儿名下的房子 卖掉分割 孙先生想知道 如果不经过女儿的同意 他们能处置房子吗 首先 子女有接受赠予的权利 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不属于离婚时 应当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其次 根据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因为离婚西厂 而将赠予并登记在 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置 损害了被监护人的权利 所以孙先生夫妻无权处分 他们女儿名下的房产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观众钱先生住在曾先生楼下 前不久呢 曾先生把自己家的房子租给了一家公司办公 自此 这楼下的钱先生 开始被公司经常传出的噪音所困扰 给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为此钱先生找过曾先生 但对方说这房子是我的 我有权处置 钱先生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他有理由起诉吗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 除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外 因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根据这个院的司法解释 本栋里面的其他业主 属于本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曾先生在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钱先生的同意 擅自将房屋出租给公司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途 钱先生有权请求排除方案 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 或者赔偿损失 而人民法院应与支持 即便曾先生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 人民法院对曾先生仍然是不会支持 为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加大 对施工阳尘 以洒泄漏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力度 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的伊维克行动 推进大气污染精细化管控 推动首都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上午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来到了西城区 西长安街街道社区服务综合用房项目工程现场 执法人员对施工作业面善盖情况 车辆冲洗池 阳尘污染视频监控设备 建筑垃圾销纳手续等情况一一进行了检查 工地均按照相关要求落实到位 远程监控 比如说施工现场是否采取的防禅降臣措施 是否进行硬化 包括门口的车辆 进出车辆 是否违规 我们通过远程就能对它进行监控 下一步工作 因为结合村地北京有可能多风 对施工地主要是出土的一些工地 我们加大防控降臣措施 对施工地的防禅降臣检查频次我们将加大 随后 执法人员又来到了西城区岳潭北街的 岳潭体育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工地 应该最起码你要说冲的应该冲干净了 这是污水流液 而且按门间三毛管理规定 门间一百米不能有污水流液 包括那道路一散 走进这处工地 进出扎土车的道路紧紧覆盖了一层滤网 没有按照要求进行路面硬化 裸露在外的土方也没有及时设施 这种状况是吗 我们拉网上的 正在覆盖 正在覆盖 对 您这土方现在是我们清肚的是吗 没有 没有清肚应该是覆盖的 随心随盖吧 先把它走平了 然后就这么统一 我问您施工的吗 没有 没施工呢 为什么现在不早盖上了 是不是刚把这个坨放下来 您看这刚拿 土方应该六点 您应该停了 到现在几点了 您跟我们合脑 合脑 弄脑 您是相对我来说 生产的 生产的 那我问您主要道路应该怎么办 这是不是主要道路 这是土土的 东京挖土的道路 挖土的道路 挖土道路是不是得走车呀 走车 走车应该怎么办 我都干什么 都要 您达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了吗 您施工道路 主要施工道路 我问您话呢 主要道路应该怎么办 覆盖呀 走车的事不都说覆盖 是不是应该硬化呀 工地的进驻车辆 主要走的是约潭北街 它虽然清洗了 但是不彻底 我们刚才也责令让它继续进行整改 我们将后续相关的工作进行跟踪 针对工地出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责令立即整改并开具谈话通知书 国家团负责施工的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进一步调查处理 截止到发稿 全市城管执法部门 共查处大气污染违法行为1.96万起 其中施工工地现场类2388起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欢迎大家关注法治经营师头条号 获取栏目更多的视频内容 参与节目互动 或者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